回答三个粉丝最关心的话题 第一个就是中南山的房子 大概是一个什么价格 我之前其实很多次都跟大家有分享过这个问题 中南山现在的房价大概是在 最低的我有见过一两千块的 一年到两三万 正常区间的话在一万左右 第二个问题就是 小胡子七弟结婚了没有 目前还没有结婚 现在是单身 第三个问题就是 小胡子你在山上住 你靠什么样子来 你通过什么东西来养活自己 我是从2019年 当时准备环游中国 走到秦岭 我就停下来之后又一直在中南山里面 就待下来了 20年开始我就回去 把工作处理了一下 就直接来到中南山里面 就在这里住三两年 然后在这个住三的过程当中呢 我会拍摄中南山的一些风景 还有一些人文的故事 比方说我去年拍摄的雪山云海 还有就是拍摄一些我们中南山的一些历史传说 然后发到我们的抖音上面 发到我们的西瓜视频上面 收入主要是来自于我们的抖音 或者是西瓜视频的一个播放量的一个费用 另外一个就是通过直播 直播打赏啊 直播带货呀 就打广告呀 就是只要是政策允许的 我都可以去尝试 然后就通过这个方式就可以养活自己 然后在今年2022年呢 也给自己下了一个小小的目标 就是行走秦岭T12域 当最近马上就要过年了嘛 过完年之后 然后我就会下山去拍摄我们的秦岭的一个纪录片 从我这样一个驻山者的一个视角来看一看我们的秦岭 我们的中南山 我们中南山的乙役文化 看看是什么样子的 希望到时候继续得到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赏